博逆論今天講一個跟年輕人很有關的問題 就是就業 因為上個星期有一宗新聞 我都想了幾天 所以今天禮拜我們講一下 就是這個大灣區就業報告 浸會大學 就是其中一個牽頭搞的機構 他做出來的一條數是說 大灣區明年加薪會比香港好很多 香港就只有一點幾個巴仙而已 內地就五個巴仙是流上的 另外其實他也提到有一點就是 這個就是當日記者會其中一個講者說的 他說如果你在內地做事 可能五年就升到經理了 在香港就可能要十年 不過兩者當然那個薪酬差距就 開始的時候會爭很遠 內地可能你最初入職的時候 某些職位就是三至五千元 香港就有萬多元 那這個報告其實你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年輕人 你看完之後 會不會令你馬上心動回到大灣區 嗯... 視乎你一個個年輕人 即是你始終你正如我 我不讓我調出來說 我正如說我要一些人 是不要去台灣 因為你去了台灣 他現在問我台灣 回不了你香港 因為台灣的基礎是低很多 即是你那是一個不歸路來的 但你去大灣區 你當然不是一個不歸路 但除非你是可以能夠 令到你快速去上 嗯... 如果不是的話 是比較難的 即是始終你可能要給家家用 你首先要用你家裡先 那你去到的時候 你也是... 你登完火立你租 那些要給你 你不用住家裡 即是有些事情你跟不在裏的話 你... 除非人工高很多 這樣就很難就走 所以呢 其實周遜就講出了 我... 之前應該說要想幾天 才講這個題目的 一些想法 第一就是 那個記者會裏面 其實我們出來看一些報道 他沒有怎樣說過 就是一種所謂的 真實的 實際生活的時候 你面對的問題 其實這個不只是說 我們說你拿多少錢 或者你收入多少 而是說你有很多的生活所需 或者你跟那個地方本身有沒有一個連繫性 這些是在在影響你究竟你去不去那裡發展 而我想再講完一層就是說 這個報告是由學術界做出來 由人力顧問他們做 我覺得反而我就不是很怪他們 就是我不覺得他們有問題的報告 其實都是實話實說 譬如加薪比率啊 那個人工起身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是一個當政者 譬如我是特區政府 或者我是大灣區的各個省市的領導 我就會想我怎樣吸引這些人才來呢 這才是一個問題 是不是需要提供一些稅務優惠啊 房屋津貼啊 生活津貼啊等等等等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人你說年輕人你上去 其實你那個付出 如果你最初真的只有五千多元呢 你可能租一層樓都三千元 那你根本上就完全給不到自己的家 OK 你要想什麼呢 如果是大灣區的人的領導人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沒錯 我猜到你是這樣說的 你是香港人來幹什麼 把鬼嗎 對它有什麼作用呢 你香港人對它來說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但是現在香港人的價值 在北京政府來說是有價值的 因為你加快融合的話 你跟香港的融合是一個政治價值的 但是如果你是大灣區 你是大灣區本身 珠海啊 中山啊 國東省啊 那些這樣的領導人 根本上你不來更好 免得煩了 確實是的 那問題就是在於 本身那個所謂內地的大學畢業生 數字都不少 第一就是說 第二就是 如果你說要搞這麼多 這些特權階級 或者這些特權政策 我想對內地本身它自己都有反響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是不是真的要由中央 去統一性統籌這些措施 才能夠做出你所說的政治效果 我覺得大灣區只可以這樣做 大灣區只可以去創業 因為創業的時候 譬如我投資了幾個人 投資20萬 我可以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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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香港這個池太死了 太小了 你還不大 如果你在大陸做BASE 你很容易輻射去全中國 你有機會做大 就是你有機會吃大茶飯 這個是中國的最大問題 但是你以為所有創業的話 你的死亡率都會去到70% 80% 90% 是的 那大問題就是 你必須要跟他在那裡死亡 當你去到大灣區 你創業之後死亡 可能你好像馬雲一樣 死亡幾次之後你就行 或者有些人死亡幾十次都不行 然後你就淪為大灣區的一個 打回五千元的工資 因為你在香港就融合不了 世界上整件事是很殘忍的 即是在職場上是很殘忍的 那你如果你想搏 不如我如果我是適合大學 不如有一個機會可以在大灣區創業 我是會的 因為我是想吃大茶飯的 我想搏一搏的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打工的話 我覺得很無謂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挺奇怪的問題 就是譬如特區政府也好 經常都會鼓勵香港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前半段的邏輯跟你一樣 就是香港的池太小 所以我們要回去發展 但是問題就是 學你所說 如果你上去 你做了一輪之後 除非你落地生根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跟香港的關係就很難 到時就變成了落後 就會被人覺得 你就落後了幾年 甚至乎你都接不到鬼 你的意思是問題嗎 不是這樣 而且你沒有之後跟 我不會覺得在大陸做的落後 我覺得如果你留在香港 我意思是 落後的意思是他賺的錢 或者他樓價上面的情況 這些你追不回 我意思是說 你是很可能會追不回 那你當然是會遇到一個很大的狀況 但是你會看到大陸 你一直在接近香港 這個趨勢 我想會到達 如果大阪強香港的差距 我想可能要再追多 五年到十年左右 那個差距才會漸漸 變成難追的差距 這個差距現在都在快速趕上 如果你現在可能在香港找到萬五元 你在大陸找到七千元 但問題我想將來的差距會一直拉近 但是拉近到某一個地步之後 麥克風到70%左右 70%左右就很難再近了 另外一件事我又覺得比較小提的 就是那個 年輕人上大灣區 無論工作創業也好 跟香港的家庭維繫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香港的老人問題 是不是會越來越嚴重呢 老人搬到大灣區當然會好跌 因為便宜一些 但是你要加重的融合才行 那就變成了不是說年輕人上大灣區 是要成家人上大灣區 我想應該這個世界上 這個叫做猶生哲考 老人就任由他去死 就是想過辦法 老人你就已經 你一定是那個 已經是想要怎樣安置的問題 應該是老人就是年輕人 不會是年輕人就是老人家 永遠沒有可能年輕人做老人家 一定是老人家就是年輕人的 就是猶生哲考的老人家 如果社會上不夠資源的時候 你弄到老人家去死你都要的 就是那個狀況是 那個社會是為年輕人而設立的 就是現在70歲以上的老人 其實死了都沒問題 猶生哲考有兩個版本的 知不知道 是 應該有三個 一個就是我們以前 N年前看的那個 另一個就是數碼化的那個 第三個就是 那些老人家反抗回頭的那個 不過三個版本 都可能不是我們今天 就是還可以有很多時間去談的 不過這樣 確實我跟周顯今天談這個問題 就是想 我想無論是特區政府 或者內地政府 都要想清楚就是說 叫年輕人上去 不是說不行的 但是 其實真的不是說一個口號 或者一些很簡單的政策就可以了 再 好像他所說就是說 就算你說內遊的老年人 就是就回年輕人一起上去都好 那是不是他們香港的 譬如資產啊 房產啊 又是要有其他的安排和考慮 我講一點最重要 就是叫受傷者上去創業 不如叫年輕人上去讀書 你如果年輕人上去讀書 你叫大學畢業之後 就可能再上去大陸 你叫他在大陸讀 大陸讀大學 那他就很容易在大陸融合 我想是一個讀大學的問題 讀書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做事的問題 那可能這一個反而是其中解決的一個方法之一 因為香港其實每年 其實都是只有五六成的 這個DSE的畢業生 是可以讀到大學 那你說如果內地的大學 能夠大舉收香港學生 而那些學校的名聲就OK的話 我想都可能是一個吸引大家回去讀書的選擇 今天就談到這裡